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亏了有你 咱把新苗给保住了 谢谢 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新苗这么多年呢 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呀 公司保住了 咱也伤了元气了 这风水轮流转 这老话挺有道理的 你看这投资现在 不是我投投蓝海去了吗 是我们这儿又有投资撤浪 但我听说蓝海 拿的是要挥资本的钱啊 蓝海一直是胜在运营的 我们是胜在内容 大不了咱们拼一拼 继续齐头并进呗 装面缸啊 缸不动了 怎么会呢 你我搭档这么多年 我就给你撂个湿底吧 我现在啊 想退出了 退出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这是董事会的意见 他们要把公司给卖了 你是创始人啊 他们怎么能让你退出呢 还卖公司 卖新苗吗 这 你个创始人 他管什么用呢 创始人你得听资本的 人家要卖就卖 怎么了 也挺好的 正好 你休产假吗 有踏踏实实的消息 反正我呢 还是真没心气再干下去呢 你这陪我站好最后一半岗吧 余总 婉真 不 那个 温迪总 有时间吗 你找我 随时有时间 请 收购新苗的事 你到底怎么想呢 我想啊 先把新苗收购下来 然后就请你 作为投资方的代表 进驻我的蓝海 然后你 我 还有孟安 咱们三个可以在蓝海干一番大事业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周总非常支持啊 我觉得这是个好计划 确实对我们投资来说 两个平台 两个头部强强联合 打造区域独角兽 确实是一个好计划 没错 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我们公司是没问题 肯定不会输 可是你呢 我 你要是签对赌的话 那可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 如果我不签这个对赌的话 那么周总 包括另外几家投资公司 他就不会再支持我了 他也不会再给我增资了 我们的投资条款很苛刻 你要是签对赌的话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啊 你是在关心我个人吗 我关心你是基于对你 对蓝海的了解 蓝海呢是你一手创立的 他是你这十年的全部心血 如果因为这次扩张 丧失了对蓝海的控制权 甚至被赶出了蓝海 你会后悔吗 你是在担心我 我 你是孩子的父亲 我有理由担心你 反正你说的这些 我其实 是之前就反复地想过 外乎两条路 要不然我让蓝海发展 要不然就是我个人 牢牢地控制住蓝海 那你的选择呢 我选择 让蓝海扩大发展 你懂投资 我懂互联网 其实这十年来啊 我跟我的蓝海 一直都面对着这样的考验和选择 这次我想争取你们的投资 如果我抓不住这个风口的话 我们蓝海将是不进则退 甚至未来会走投无路 或者是彻底毁灭 既然要你们的投资 我就要承担这个风险 行 既然你想好了 那咱们就按计划推进 这种话我不会说第二遍了 我知道 你一向如此 包括咱们俩离婚对吧 你车远了 反正 你不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特别适合欠这个对赌协议吗 什么状态 我决言一声 你带着孩子离开了 但是我们给孩子 留下了足够的教育基金 如果你们还在我身边的话 我会战前顾后 我绝对不会像现在 背水一战 新名要卖了 我肯定是要走的 我以前任老板 亲定的人力资源总监 不可能留的 都一样 一朝天子一朝晨了 像我们这种 佣人成本又高 还不太听话 偶尔还给老板挖坑的 肯定都是留不下的 你不一定 为什么呀 你是内容总监 这是工资硬核 估计能收下新苗的 除了蓝海还能有谁啊 那余总不是一直想挖你吗 有可能是别人呢 敢不敢打赌 那还是算了吧 要是别人的话 我还能赖一赖 要是鱼孩 估计还真留不下了 为什么呀 那本来就是朋友嘛 那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要休产假 不能站着这个地儿 不给人干活啊 那不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反正他们不能开了你 你是孕妇 这就是保命符 有什么打算吗 准备预支个二十年的年假 云游四海 偶遇郎君 最好能遇到个像李琳那样 要不然你给我一张李琳的照片 我带在身上 你说能不能管用 管 他又不是钟馗 你呢 有什么打算啊 我现在打算有什么用啊 先踏踏实实地 把孩子生了吧 那你先在家待着吧 等我重掌大全 咱们再创辉煌 好 真的一点都不失落吗 怎么可能呢 在那儿呢 老婆 老婆啊 没事姐 怎么过来的打车啊 没勒着吧 没有 好久不见 是 好久不见 我一直都想去看你 但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幸亏你来了 你状态真好 这丝巾戴着也好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我师哥真厉害 工作生产两不五 你送迎接的巧克力 她也特别喜欢 你谢谢师姐了吗 我谢了给我的时候就谢了 谢了谢了谢了 这回回来该几天啊 有没有时间 我请你去家里吃个饭 待多长时间还没确定呢 不过去家里吃饭可以啊 我师哥就从来没有邀请过我 没事 不用理他 我请你 好 老板 你这是拖羊去哪儿啊 也不提前告诉我一下 我手上一堆活没干完呢 老板带员工出去 参加工作活动 还需要向员工报备吗 老板带的路都对 我是打算给你个惊喜 什么意思啊 又要给我惊喜啊 你 你还不如给我来点实实在在的呢 这晚真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给你的礼物 投资人峰会的邀请函 你给我的吗 谢谢老板 不客气 算不算惊喜 但是我 不够格吧 我这个推荐人够格就可以了 峰会呢有个论坛我要参加 你呢 给我领报 我带你好好见识见识 行 我一定给你看好报 我一定给你看好报 你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来找我 就想跟你说到溜达溜达 好 溜达溜达 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看出来了 我今天还看不出来 新苗要被卖了 要被卖了 嗯 为什么 是有什么事吗 行业本来就不景气 还想让黄思思闹出来的这个事情 老张应该是担责任了 他今天跟我说是董事会想让他退 我看着更像是引咎辞职的 怎么这么突然 那老张走了你们怎么办 先过度吧 但我跟瑞秀这种肯定是留不下的 心不管那么多 我们就踏踏实实地把孩子先生了 我陪你 这回轮到我要失业了 这回轮到我要失业了 这下我就平衡了 我不会想到你了 这下就想不到你了 这下就想要不要 那边是不再来的 我相信是不再来的 我看着我 我看着你了 那边是不再来的 我看着你了 我看着你了 你们看着你了 然后我看着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小件儿装完了 大件不拉可惜了啊 有什么可惜的呀 本来还是为别墅定制的 搬了能放哪儿去 待会儿下一家吧 好 听我媳妇的啊 别别别 你别听我的 你以前就是太听我的 把这家都给听没了 你说这房子才住了多久呀 怎么就要搬家了呢 老婆 你别 我就这么一说啊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是我不好 之前我总是黏着你 让你每天守着我 守着这个家 都顾不上工作了 不要怪就怪我啊 怪怪我 老婆 都怪我啊 大哥 大哥 你知道吗 你之前说要跟我离婚 要把这房子卖掉的时候 我可生气啊 我当时就赌气 说 离就离 大不了我把我爸妈 一块儿借过来住 那不比老房子强呀 可后来我一想 有什么好的呀 如果这房子 咱一住进来 这对破事 先让浩泽妈妈离婚 然后 然后我又找狗仔查你 就做来闹去的 就搞成现在这个家 所以这房子 一点都不好 老婆 我早晚会搬回来的 谁让你搬回来的 是不是有毛病 我告诉你啊 以后就算有钱 也不许搬回来 这房子有啥好的 看着你就闹闲 那你跟我受苦 我没跟你受过苦呀 咱俩不是一气苦过来的 你跟我解释的 我能受受不了我 我就受给她看 上车 上用车 解号板 来了 媳妇 来了 快 你不要着急 你看这一身汗处呢 一会儿就到了 我又忘带纸了 今天的蔬菜很新鲜呢 是的 我家里荤菜都有 是吗 老许啊 你俩站在这干嘛呢 等我小女儿 一会儿我小女儿和女婿搬回来住 你小女儿不是住大别墅吗 怎么就搬回来住了 我老许生病了嘛 他们俩非要搬回来照顾她 我劝都劝不住 你俩身在佛头不征服 两个孩子多孝顺呢 就是啊 好 回去啊 好 走了啊 好 有福气他们俩 是的的 明天就没这个福气 明天就没这个福气 明天就没用了 这拐进来了吗 没看见呢 行行说拐进来了呀 拐进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小浩外您给我忍住了 不许调位 听见没 呼吸 老林 都到门口了呀 等你们呢 来 快来 爸 爸 欢迎回家 爸 爸 我爸在 妈 回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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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回来就好 帮你小姨搬东西去 走走走走 姐 妈 回来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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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啊 别哭了啊 吃个玉米啊 爸爸回来了 跟你爸爸一起吃玉米 行不行 那这个是什么 大白菜 大白菜 马上回来了啊 爸爸 妈妈 马上回来了啊 来来来来 你看看 回来了回来了啊 好玩意 快点 快点过来 大妈手 我这几个手呢 我还得看孩子 自个儿 孩子自个儿看着啊 来来来 你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爸爸 爸 爸爸 爸爸我想你了 想爸爸了啊 宝宝 爱你哦 小习惯 我玩耽受了 我玩耽受了 正常 要不是到了 万不得已 她不会跟我回爸妈家 你们俩这事啊 她妈妈知道吗 我没让浩文 跟我婆婆说 不想让老人家 着急烧火的 那这事也瞒不住啊 能玩一天是一天吗 你俩有什么打算啊 你俩有什么打算啊 我想出去找工作 起码先动起来 最近浩文扛了这么多事 我想让她在家里 让她怀疑我 你想出去工作啊 姐支持你啊 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那我帮我帮你去问问 没想好 但是我有个老同学 开了个美术机构 我想跟我服装设计 还算是对口 回头我上她那儿 先去问一次 好 谢谢啊 有几句话 姐还是想祝福祝福你啊 虽然家家有本难宁的经 各家相处的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 还是大同小异的 越是到这个时候 你越要在意对方的感受 万事 两个人要商量 现在不是显示你有多行 而是要给予对方 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知道吗 你们还都挺年轻的呢 会好的 来 姐爸爸 来 牛肉好了 来 牛肉好了 媳妇快点赶紧捞 一块汤骨肠没了 你要吃什么 姑姑给你捞 来来来来 快点 熊熊 来 来 来 她不敢吃辣的 婉妻 婉妻 快快快 妈 妈 妈 来来来 这就是你 来来来来 好 都穿好 穿好了 一起喝一个吧 好不好 爸 妈 大家健健康康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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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妻 你 是吗 是吗 又是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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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周总 请问您投资一个项目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是啊 周总 标准有很多 但是一个符合所有标准的项目不一定是个好的项目 首先要找到一个打动你的点 这才是一个项目的核心和灵魂 你就是温迪啊 是 我是要回头子的温迪晨 这是我的名片 陈婉珍 我知道你 你很有名 你过奖了 行了 我今天算是知道了 周药喜欢了十年的白月光 原来长这个样子 希望没有让你失望 温迪 不过我得说 你确实挺漂亮 谢谢啊 温迪 我等你半天了 来 包给我 我给你拿着 不用 不用 你 没合行 没合行 你又欠了什么桃花债啊 什么桃花债 一个追求者 温迪 现在离论坛开门还有点时间 我们要不要到外面草坪上去 散散补透透气啊 不了不了 我还要写报告呢 来都来了 走嘛 还真的不去了 工作第一啊 温迪 周总 我真是没想到啊 原来你喜欢这一款 品味不错 蛮漂亮的 你刚才跟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不过我看你的白月光 她好像不怎么待见你嘛 什么白月光 周总 刚才那个女的跟你说什么了 老板 我帮你打掩护 归帮你 但是呢 我们只是员工跟老板的关系 对吧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简单一点喽 就是那个 大名鼎鼎的Bendy 听说她就是周耀 喜欢了十年的白月光 工作归工作 那我不想把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 我懂 就是想要工作来证明自己 而不想被别人议论自己的私生活 对 那有点来不及了 陈婉珍 别开玩笑 不 别走 话没说完呢 陈婉珍 陈婉珍 你想不想到合伙人 这是合伙人徽章 从明天起 从明天起 我们就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 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 但你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跑什么跑 对对对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 你想多了吧 接受 那怎么着 向我跪下来吗 不不不 求你了 求你了 别别别 你真的你 你吓死我了 你说给我伸直不就得了吗 你干嘛那么吓人呢 我没吓你 我甚至吓他们 我明白了 又拿我当枪师 我什么又拿你当枪师 我本来这就是一鱼两吃 对吧 给你一个惊喜 让你开心 给他一个惊吓 让他知能而退 这不 挺好的 谢谢你啊 周遥 你应得的 别光喝粥 把鸡蛋吃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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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掖着 欣欣 泡粉怎么又不吃早餐呢 她不饿呗 让她去 怎么能不饿呢 那个你给她带点去 她这么大人呢 你别管了 我收拾东西 老雪 老佛 你说浩文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一天到闷的屋里也不说话 你要不找他聊一聊 带出去转一转 爷 我看这表妹夫啊 对小西瓜真是上心啊 我还真没见过 这么会带孩子的男人 我听说呀 现在有很多男人 专门在俩带孩子 叫全职爸爸 不是 蓝湘 那后会儿 怎么能当全职爸爸呀 他那么能干 他不能在家待着 人会呆肺的 也是啊 你看 不行 不行 你说怎么办嘛 想个发子 你给我看的那个小视频 不挺那个励志的吗 发给他 行行行行 我不能单发他 我就发群里 要不然他有想法 是 发了 这手越来越有准子 我给你表演一下 行啊 干啥呢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家庭群里发的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啊 怎么了 你让后门看了 怎么想啊 我这不是想给他鼓励鼓励吗 你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 他连门都不出 也不跟谁说话 太吓人了 所以呢 你就续寒问暖的 送吃送喝的 嗯 我才就知道我读学的时候就是 我在那儿写作业呢 一会儿进来一下 一会儿进来一下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烦不烦呀 你这样是给他压力 他有心理负担 我没想给他压力 过度的关心就是压力 关心还关心 错 你还没错 你说你错 嗯 你没错 你就是让他一个人 自己在屋里待会儿啊 亲近亲近 让他想一想今后要做什么 他要想吃想喝 他会出来的 你不要去打搅他可以吗 行 行 那我走了啊 对 那个 我婆婆要是打电话来啊 好 您都别跟他说 就说 都挺好的 都挺好 记住了啊 你老伴儿啊 上次差点说漏嘴了 你管管他 走了啊 那个熊熊快点啦 熊熊快点 快点 我觉得你还是得去找他聊聊 不到 哎呀 你跟手利刺啦 阿美 来 咱俩翻一下 好 咱俩翻一下 咱俩翻一下 方法不对 你走啊 别着急表态 你可以再好好想一想 师哥 我负责任地说 就这套方案 在国内没有几个人 能做得这么完整 所以你是我合作的 不二人选 就是马院长不是 也想跟你合作 你可以跟他合作吗 老马不行 他跟我一样 都待在象牙塔里 我需要的是你这种实干性 有市场经验的合作者 我觉得你还是和马院长合作的 我 实在是北京去不了 为什么 孟安不同意 我就跟你说实话 孟安是高龄产妇 还有三个月 孩子就要出生了 之前老大出生的时候 我因为研究生毕业 忙着工作 基本上三岁之前 都是孟安待着的 这次老二马上就出生了 我不想再全息 我这次回国筹备大型实验室 是我的一个机会 对你也是一次机会 咱们都这个岁数了 事业上留给咱们的机会不多了 难道你就不想抓住这一次 证明一下自己吗 你说得的确诱惑力很大 但是一朵 真的不好意思 我没法答应你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家更重要的了 抱歉 我没法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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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胃 你看它吃不吃 进 我说汉文老子闷闷着 不是回事啊 得闷出病啊 跟你说话呢 妈 这浩尔老不出来怎么办你 姐 你看 一口没吃过 老许 你能不能管点事 你去跟她谈一谈 我再去加点水 这绒里的鸟 它多想往外飞啊 好 贺娃 爸 跟我出去吐吐气 看孩子了 进来 浩文 你跟你爸出去转转 孩子我和蓝香看 嗯 爸 都怪我让你失望了 但是你灰黄瓜呀 啊 我跟你妈经常在背后聊你 说我跟你妈俩现在能过上这种日子 坦白地说 浩文 你功不可没 你在经济上关怀我们 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从来不藏钱 你姐夫 从精神上关怀我们 我们老两口现在过的这日子 左右邻居 我那些朋友 余游 人都羡慕啊 这老话不说了吗 说有好姑娘 那是因为有好姑爷 我跟你妈俩 一直就是以你为自豪 也没拿你当姑爷看过 就觉得你是 我们的儿子 什么一个姑爷伴俩儿啊 我觉得伴俩姑爷一个儿 你不要自责做生意这个东西 那不就是有赔有赚吗 你谁嫌你做生意 他也不能挂赚钱不赔钱呢 我还听那些余游跟我说 说真正会做生意的人 不管是会赚钱 你还得会赔钱 赔钱是为了啥 是为了赚钱 那我还觉得你现在已经到了 乳伤的思维了都 是不是 啊 这我从来对你没有失望过 那你说一个男人这一辈子 你怎么得经历点啥吧 别内疚 其实一个人 你挣多少钱 当多大官 到最后什么对你最重要 假